健康保险又称为意外及健康保险,是属于人身保险的范畴,它是承保人的生命,肢体或者健康。 有些保险人会透过人寿保险部门来提供这种保险,但其实这是属于一般保险的范畴。 人生意外及疾病保险的保障范围有三个,第一就是整笔支付的利益,这笔补偿主要是以保额的百分比例表示,死亡和永久的残疾可以获得100%的保险金, 轻微,但仍然属于严重的永久性伤害,得到的补偿的百分比率是比较低的。 第二个范畴就是按照计算的利益。 这项利益是适用于被保险人暂时丧失了经常性职业的工作能力,通常都会分为暂时全部残质和暂时部分残质。 而经常性职业这个名词可以被其他词语所代替。 第三就是医疗费用。 什么是意外的身体受伤呢? 在保单中,我们常见的短语包括,由意外、外在的、暴力及明显可见的原因引起的身体受伤, 又或者单独地及和任何其他原因无关地引致。 除了这两句短语之外,可能也有其他不同的词汇来形容这件事。 简单来说,即是规定那个人受伤的原因或残疾的原因,必须由于意外而引起的。 受伤或残疾的定义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永久。 永久是指至少持续12个月,而且过后无法合理地希望伤势会有好转或有什么进展。 第二种是丧失肢体。 它的定义是手腕或足夺,或者以上的部位和身体的分离,或者永久丧失它的能力。 例如断手断脚之类。 第三种是丧失视力。 即是指视力受到完全和不能恢复的损害。 人生意外及疾病保险保单和其他保单一样,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第一种是时间限制。 它限制了受保的死亡或残疾,必须发生在受伤之后的12个月之内, 又或者其他指名的期限之内。 第二种是利益限制。 这个保单的利益是不能积累的。 但是仇保人在死亡时有权取得的按照计算的利益就是例外。 而且暂时性的利益发放通常都不会超过104个星期。 第三就是基本风险,包括战争、核子、艾滋病之类。 第四是危险活动。 一些危险的体育活动,例如爬山、冬季运动和飞行活动。 这就不包括乘搭飞机去旅行或公共。 冬季运动就包括礼术上或冰上进行的运动。 一些违反社会原则的活动, 包括自杀,蓄意令自己受伤, 御酒或滥用其他物质,例如滥药之类, 都是不会受到保障。 其他还有一些原因,例如分裂或怀孕, 在消防部门或持窗部门当值期间出事, 都是不受保单所保障。 每个单位的保险保障都会附有一张利益表。 例如以上的例子, 意外医疗赔偿是一个单位, 他就跟着一张利益表。 另外,每日住院现金赔偿是另一个单位, 他都会跟着一张利益表。 被保险人是可以为不同类型的利益挑选个别的保押。 例如,我想在意外医疗赔偿, 得到多一些保押。 那我就给150元的保费去买3000元的保押。 那我每日住院现金赔偿, 500元的保押已经够了, 那我只给10元的保费。 那加上整份保单, 就只需要给150加10元, 即160元的保费, 就可以获得两种类赔偿。 那当然赔偿的金额是不同的。 在技术上来说, 保险人对自己是具有无限制的可保权益。 那你自己的价值, 当然是可以由自己所估值的。 但是在现实来说, 你的价值是经由其他人所判断的。 所以呢, 保险人一般都不会愿意 在以下情况, 为保险人提供保障的。 第一,就是保押是大过正常的需要。 就是可能你做过手术仔, 只需要2000元而已。 但是呢, 你就买了一万元的保押。 那他就可能不愿意提供到这么高的保押给你了。 第二,就是每周利益是大过被保险人每周的收入。 但是呢, 你买的保押呢, 就是一万元。 那保险人当然不愿意提供这么高的利益给你了。 健康保单可以作为团体保单的方式购买。 那有些雇主就会把这个保单作为是给员工的额外福利。 那另外, 这类型的保单都会有年龄的限制。 那通常他都会有指名可保年龄的范围。 另外, 他都具有可取消性的。 通常健康保单的合约期限都是一年。 那一般来说, 都可以在有效期内取消这张保单。 健康保单亦都包括疾病保险保障, 但只包括暂时残质。 而且健康保单 经常都会作为一男子保险保障内的一个组成部分。 健康保险的医疗保险部分, 成补了由意外或疾病引致的医疗费用。 通常他的合约期限是一年, 以及可以逐保的。 而且会有保费的宽限期。 大多数的保单会允许由被保险人取消。 而且被保险人是有选择权去决定会不会继续保下去。 医疗保险保单除了包括人生意外保单的除外责任之外, 一些先天性的状况, 又或者耳患疾病和已经存在的残质。 生育控制, 不育治疗, 整容手术, 例行的医疗检查和身体检查, 以及牙科治疗, 除非这个是由于意外引致牙科治疗, 这些种种都是不会受到保障的。 医疗保险会根据被保人的职业、年龄、健康状况、性别、 所处的地域范围和保障程度来定。 跟人生意外及疾病保险保单一样, 医疗保单都会提供团体保单, 是给团体或者家庭去投保的。 而且它会提供住院保障, 例如以每日计算的住院费等等。 而且这种保单是可以具有各种弹性的变化, 那有些保险人会愿意以标准利益, 或者可以选择的额外利益的方式, 提供一些分娩和牙科开支等等的保障。 又到了我们2CEXM的广告时间了, 如果同学有需要以下的产品服务, 包括无疑试题、私人补习服务, 又或者是课程的话, 欢迎浏览我们www.ecexam.com 如果各位考生对IIQE之格考试报名有疑问, 除了浏览我们的网站之外, 还可以打这个电话 2110-9644, 电邮info-ecexam.com 又或者whatsapp9347-2064, 联络本公司的职员查询。